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我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句话呢似乎跟佛教所说的慈悲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如果用同理心同情对方 那么很容易会失去自己的原则 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呢 又显得有点不通人情 那么我们该如何善用同理心 才能够既不失去原则又通人情呢 让我们来请教顺言法师 同理心呢 这是啊 现代的西方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呢 很多做心理辅导工作的人呢 都非常强调 人与人之间 要用最起码的同理心呢 来跟人相处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啊 得到对方的信任 和认同 也就是说 人 的观念 和你的观念 人的感受 和你的感受 人的行动 和你的行动 应该呢 应该呢 有大同小异的地方 所谓同理 也就是说 站在他的立场 站在 其他人的立场 看那个其他的人 也就是说 还他的本来面目呢 这个是啊 你的想法 这不是啊 我的想法 那我站在你的立场 来考虑你的想法 为什么你这么想 那我就 能够认同你 你的想法是对的 这是同理心啊 这是另外呢 一个就是我吃饭 会独自饱 我相信你独自里面 没有吃饭的话 也会饿 一些中国人 首先呢 就会问 一看到 就会问 吃饭了没有啊 因为中国人过去呢 兵黄马乱 这个天灾人祸 这个荒年的时间很多啊 这个吃饭的事情太要紧 先问一问 一见面 吃饭了没有啊 就是表示关心 没有饭吃 这是很可怜的 这也就是同理心啊 同理心也就是说 这是啊 你和另外的人啊 是共同啊 会发生的一种啊 感受苦啊 情况 但是有一些 头脑闭锁的人 感情闭锁的人 他只想到自己 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什么 不考虑人家 肚子也肚子也会饿 人家口也会磕 人家做事情也会累 人家 也需要穿衣服 也要需要穿房子 做房子 不考虑 这考虑到自己 而不考虑到他人 这就变成了 没有同理心了 所以同理心的意思 并不是啊 问题里面 所误解的 因为有一些人误解 同理心就好像是说 没有我 就只有啊 只有你 你想怎么就想什么 你想黑的 我就说 哦 跟着你说黑的 其实同理心不是这样子 同理心呢 就是 听到说 人家是讲黑的 要了解一下 他心里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反应 就是 这是黑的 还有呢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是黑的 那 你 直接一个人 觉得这个是不是黑的 那就 要看一看 那为什么 我 觉得不是黑的 人家是黑的 一定我色盲了 我的色盲啊 所以是看得 不清楚 人家看都看清楚了 那我 色盲 所以没有办法 跟人家 看法一样 那就是修正 要修正我 而不是要修正人 这也是个同理心 所以同理心呢 不是 等于啊 要否定自己 而啊 专门呢 要符合他人 但是站在 复法的立场来讲啊 应该比同理心呢 可以更超越一些 或者是呢 更深入一些 那就是用的 慈悲心呢 慈悲心 不是说 为他设想 并不是说 我只要认同他就好 而是呢 这个人 是不是需要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呢 站在我的立场啊 一个 一个可观的立场啊 知道他需要 比如说 父母啊 看到孩子 两天没有吃饭了 这孩子还不想吃饭了 可是父母觉得 这个小孩子一定要吃饭了 但是不吃饭 这小孩子没有想要看医生的 他也没有说要看医生 那如果用同理心 同那个小孩子的心 也不吃 那也帮忙一起过吃饭 或者让他不去吃饭 那就不慈悲了 所以是慈母 就要把小孩子带他去看医生 看了医生以后 如何的让小孩子还要吃饭 因此呢 所以一个菩萨的慈悲 或者是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啊 就 要对他人 或者是对众生呢 他直接需求 我们看到他是需要的话 那我们要满足他 他们希望听什么样的话 那的确是他需要听到这种声音 这种话 我们就要满足他 另外呢 他们很笨 或者是他们已经不知道是不是需要 可是站在一个菩萨的立场啊 就是同理心 也好 我应该是想慈悲心呢 我这个菩萨 我自己不吃饭 不穿衣服 我可以忍耐 可是慈悲心呢 不是 子极 不管的 子极呢 肚子也没有吃饱 但是先帮人家吃饱吧 子极衣服 没有穿 没有衣服穿 可以找衣服给人家穿吧 因为人家更重要 更需要 就想到众生 想到他人 而不考虑子极 这就是慈悲心了 所以慈悲心跟同理心呢 又比较深 又比较广大 我没吐 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在《维摩经》里呢 有一句经文说 先以玉勾迁 后令入佛制 那这句话 有什么含义呢 为什么要入佛制之前 要先以玉来导引呢 让我们来请教 圣言法师的看法 这是任何一个凡夫 都会有这样子的心理倾向的 人不为己 天主地命 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那才是我们争取啊 努力啊 奋斗啊 求进步啊 这都是为了自己打算 就是 现在的父母们对孩子们啊 勉励他们多输啊 勉励他们上进啊 也是怎么说啊 你们要好好读书啊 将来你才有出息啊 多了书以后才能够啊 发大财 有钱 有事 有地位 那都是啊 因为多了书 如果不多说的话 就是 不要想了 那么很多有出息的人 或者是有 有 有志向的人呢 就平民多说去 现在有好多 年轻的人呢 希望 做医生 也有父母 希望儿女做医生 为什么 医生这个行业啊 钱可以赚得多一点 我在美国呢 看到很多的 犹太人的家庭啊 把他们的儿女都叫得很好 犹太人的家庭都是啊 非常的会把孩子们呢 培养成为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把他们培养成为什么呢 律师 医师 会计师 还有呢 培养成他们成为政治的人物 这些人呢 为什么这样子培养 因为犹太人 他们自己的 国家很弱啊 亡过很多年 很多千年呢 那他们只有啊 想办法找钱 找钱 找钱 所以有钱的话 能是鬼退没 所以是 因利而来啊 诱惑他的子女 好好读书 好好去伤进 这也是啊 以利向诱的诱惑 而我们这一个世界呢 从复乏来看呢 叫做什么 三界里边的幽界 三界里边呢 就是生死 轮回六道流转的范围 幽界 四界 五色界 这三界 我们呢 人间 以及呢 地狱出生了 恶鬼里边呢 就是地狱出生恶鬼 叫三个道 人间呢 才有啊 充分的五由享受 在出生道 也有弱感的五由 但是呢 就很少 到了天上呢 那五由更细腻啊 更 微妙 而人间的五由呢 是啊 比较粗糙的 因此呢 在人间的人都希望生天 哎 你这一生呢 已经很苦了 你现在做做好事哦 下一辈子生天去哦 不要在人间呢 过得好难过 又多病 多灾 多难 如果你现在做好事 来生生的天过去 那没有病 没有灾 没有难 那多好 而且呢 社命很长 那所以是呢 用这种利益 来诱导人呢 做好事 做了好事升天 还有呢 就是不升天 你在人间呢 也是好啊 好好地做好事哦 你这一生已经很辛苦了 你很穷啊 你很倒霉啊 现在你要做点好事哦 你来生呢 会有幸福 会有福报啊 你这一生多灾人缘啊 来生人家建议的缘啊 哎 这个也是拿来生的 愿和力啊 来诱导啊 我们做好事 那佛呢 告诉我们呢 三界如火宅 如果不出生死轮回 不能够解脱啊 烦恼的话 那永远是啊 又会苦的 因此呢 叫我们呢 能够有智慧 来解脱 生死的苦恼 得到了 无我的智慧 得到了空性的 这个智慧 所谓空的智慧 就是 心经里面讲的 五蕴皆空 五蕴又的享受 是靠 那五蕴呢 去接受五蕴的享受 五蕴皆空以后呢 才能得解脱 五蕴皆空以后呢 才能够啊 离苦 五蕴皆空以后啊 就是得到智慧 这个智慧 我们叫他拨人 要拨人心经 来拨人 那就是啊 大智慧 所以是佛呢 也是啊 先告诉大家 你们啊 修行啊 好好的修行啊 修行以后 的解脱啊 那是比什么快乐都快乐 这泥盘呢 或者是不生不灭啊 这是最快乐的 最好的 比我们人间呢 什么快乐都更快乐 是究竟的快乐 因此呢 就用这种 这种道理啊 这种这个警戒 来因瘀火啊 鼓励人家 好好修行 这个叫做 先一鱼勾牵 后领入伏字 用鱼的钩子 把你勾的牵走 然后呢 再叫你进入 目的就是叫你进入 伏的智慧去 报名屠夫 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大多数的宗教呢 都很重视 人生归一处的问题 也希望能够为人们 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大多数宗教 所提出来的归一处呢 不外乎是神主啦 凡天啦 或者是明信 但是佛教 却主张以三宝 为真归一处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为什么三宝 才是真归一处呢 这个问题里边问的 是其他的宗教 一般的宗教 这什么叫神主啊 什么叫做凡天啊 这是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名称啊 作为他们信仰的中心 那么在印度教 来讲叫士婆神啊 那我们中国呢 也有荒大地啊 还有呢 在我们现在台湾的 作干宗教啊 有不同的名称啊 比如说 姚齿金母啊 不管是叫他什么名称 在一般的宗教来讲 就是啊 以有大能的 大力的 大神通的 大福德的 神为他们 所信仰的中心 也是他们呢 就是为归一啊 也可能就是呢 归属的中心 也就是说 在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需要他们的信仰的神呢 来保佑啊 当他们死的时候呢 就回到啊 他们所信仰的最高的神那边去了 如一观道叫做无极老母 说是无极老母呢 比佛还要大 米勒佛 释迦牟尼佛 都是无极老母派的 那就是 他们认为是最高的 如果死了以后 那一定是啊 到达老母那边去啊 就是跪入老母的 这个怀抱 有一种呢 他真有形象的 老母又住在老母的地方 神又住在神的地方 另外他们呢 也有一点神学的 知学的一种啊 解释呢 所以神 在最高的神啊 他并有无形无相的 包括无极老母在里头也是一样 因此他们会把它解释成为啊 所谓如来了 真如啊 非信啊 都可以把它解释进去的 但是呢 说不同的呢 就是 他们有一定有一个地方 或者是有 有一个警戒啊 他们要进去 要去投靠 要去依赖 受保护 受爱护 这个就是啊 一般的宗教的信仰的中心 也可以说 叫做归一巴 有些耶稣 信基督的人叫做归祖 那么那么也有像印度的有的宗教 也有三宝 在我们中国的有几个民间发展出来的宗教 也讲三宝 在三宝的意思 对我们福教来讲啊 跟他们不一样的 我们所讲的三宝啊 是指的 一切的佛 一切的法 一切的身 这是三宝 而这一切的佛 法身呢 主要的是啊 要说法 法是由佛说的 由身来教导我们 传授我们 由身住持三宝 而由啊 我们大家来共同的护持三宝 大家需要三宝 需要三宝的原因就是呢 要用法宝来帮助我们呢 从做人开始 做一个比较完美的 正常的 品格高尚的人 然后 你就是啊 像一个菩萨一样 能够自立立他 甚至于呢 以立他为优先的 这就是菩萨了 而且 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 他永远呢 要度一切众生的 要断一切烦恼的 要 学一切佛法 最后 在佛的智慧 圆满的时候成佛 就是以三宝为归说 并不是说 一定啊 就到佛国净土 就寄说了 并不是说 我们死亡 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任务全部了了 不是的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还要发大悲怨心呢 回到 舒服世界来管住众生 以利他 而作为自立的 一种方便 作为自立 也就是菩萨行 修菩萨道 一定是要 一度众生 作为 进步的方法 不是啊 要靠一种大的佛 也不是呢 所以 一定要是 要到哪一个境界 哪一个环境里面去啊 就 就在那边 一直靠着一个 依靠着一个 投奔的一个 投靠着一个什么 大力的神啊 不是 而子姬 要渐渐成长成为 一位一尊佛 子姬成长一尊佛以后呢 也有一个 富国净土出现 还是在继续管住众生 还劝人 众生呢 也要成佛 这个是呢 佛教里面说 归一三宝啊 的音乐 那跟其他的宗教 做的归说归一呀 不是很相同 可以说是不一样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多 Mighty